執政法的助攻 朱家瑋的競射破網 台北市對待延長賽中的上半場 靠著拿手的戰術小組合作 提進寶貴的一球 中場就以5比4一球顯勝日本順天堂大學隊 順利拿下海峽室內五文治足球超級聯賽的冠軍 同時也是史無前例的四連霸 很高興 很爽 平常訓練都 我們很熟悉那個戰術 所以我們在後面有做溝通一下 所以就得分 運氣好 非常高興這一球又助攻又得分 然後因為其實他們的攻勢一直都有 守得很辛苦 然後能拿下這場比賽也非常開心一點 完成四連霸的過程其實很艱難 特別是台北市對雖然一度在下半場 把領先的差距擴大到3比1 但順天堂大學真的不虧是 曾經在日本大學賽事當中 拿下二連霸的強隊 靠著豐沛的體力慢慢追了上來 在比賽正規時間終了前3分15秒 利用王岐城這次在邊線的搶球犯規 獲得10碼的罰球機會 而日本隊的射角花齊良技也沒有浪費掉 把比數追成4比4平手 讓台北市隊的總教練兼球員王岐城好自責啊 對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就是 其實我在比賽當中不太去想勝負 我只想我每一分鐘每秒鐘就盡全力這樣 所以其實我以前也常常會這樣 就是得一分又被犯一規 然後又被得一分這樣 常常會這樣 但我覺得那是有點尺度認知啦 好 在台灣第一季的季勝阪和朱家維 在延長賽當中用絕佳的默契 把台北市隊一度扣到消失的冠軍金杯又給搶了回來 賽後兩個人直估贏球真的好爽 其實也不是你載我 就是大家都一起拚啊 一起努力啊 能夠拿下比賽都是全隊的幫助這樣子 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因為其實不是延長賽 因為我們是拚了一整場加延長 然後一直被緊追不放 然後其實真的是蠻辛苦的 所以獲勝感覺蠻興奮 在驚討駭浪中 台北市隊先克澳洲再踢走日本 風光封收的同時也開始為換血做準備 國安提宣 郭亮陽不知台北報導